不是医院早上要召集人采合钻吗 然后没时间给孩子准备午饭吗 就简单的一弄 然后就赶紧回医院了 我们全员都是动员了 大家都是时刻待命的 所以接到任务就得赶紧密码的召集 这第二次 作为医务人员 这不都是应该的事情吗 孩子小学四年级 孩子现在停课了吗 我们都在上班 就孩子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家 到单位了 然后收拾东西呢 看到他给我塞到包包里的 比较短心 就行 妈妈永远爱你 心酸呀 泪目呀 孩子真的长大了 我感觉就他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 作为妈妈 还是内心有一点点柔软 其实都是应该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我想你了 这段时间里 我会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上课 在医院里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注意保抑安全 我们一起加油 等你回来 谢谢你 妈妈 我爱你 向前看 停